坐在這風生村我最記得一個朋友就是 一個帶我一年的姐姐 然後是我媽媽的公遊那個女 一邊傻就一邊相識到長大 有一次我坐在樓下那裡臨著搭的士 今天有一輛的士剛剛停下來 我臨都不臨我就打開了一對門 我先坐上去 因為我已經猶人了 我再妄真點 原來就是那個姐姐 這一次見面 但臨到那次見面之後 我們就永遠都不會再見 過了很多年之後我聽到一個親戚說 因為病 就離開了人世 那一刻的感覺就是非常之突然 通編相處的時間 大家是走得這麼近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通編了一個不聊一遇 在這一次不聊一遇之後 大家就永遠都不會再遇見 有時候回頭 連有些朋友都覺得 每一次見道區都覺得很拼相 會和大家招見後瞎見面 遲得沒什麼牙 但是不會想到 有一次你們相見之後 那一次就永遠 所以 我覺得有時如果 你真的在乎這些朋友的話 每一次的相見 大家最好是多聊些 每次分別的時候 都可以多看一眼 多看一眼 多看一眼 因為太多恩生的事 你想不到 你不知道我們這些 這次相見之後 下一次是什麼時候 或者是 永遠都不會有下一次 撫一會 還有你 只要阿姨 差不多 是 是 愛 償 是 你 是